三方同意加强彼此的双面关系 拓展我们的三方合作 在三国自身发展的同时 被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凡凡凡 做出一个的奉献 通过会务 还有双边的会见 我们三方就政治经济安全事务 进入明确了我们的共同点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 我是李秀琪 中文外长王毅周一 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中英俄三国外长会晤 并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于本次的会议成果感到的满意 三方同意加强关系和广泛合作 并推动固件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明年第16次的中英俄外长会晤 将会在中国举行 各的消息马上进入今天的消息 头条聚焦 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做出指示 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 身体力行 拿出过硬的措施 扎扎实实的改 习近平是就新华社一篇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 值得警惕的文章 做出指示的 他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 看似新表现 实则老问题 再次表明四风问题 具有顽固性反复性 习近平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白白表现 找找差距 抓住主要矛盾 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 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 拿出过硬措施 扎扎实实的改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 身体力行 以上帅下 形成投厌效应 在即将开展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交易中 要历届形式主义 以好的作风 确保好的效果 新华社的文章反映 中共十八大以来 尽管全党上下纠正四风 取得重大成效 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比如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 一些单位门好近 连好看 但是难办 一些干部办事拖沓敷衍 懒正雍正待正 把责任往上推 有的领导干部 热衷于将责任下移 屡则便推责 中共中央办公厅九号 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迅速学习 并切实抓好贯彻 落实习近平这一指示 牢固树立四个议事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 切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 继续紧盯元旦春节等时间节点 从一件件小事抓起 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 不断巩固和拓展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在11号的凌晨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将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 给发射成功 并且进入到了预定轨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 来互制的贺电 祝贺中阿两国在航天领域合作的 这一个重大成就 以及全面战略互伴关系 北京时间11号0点40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 成功将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 互制贺电祝贺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项目 是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 开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 开展航天领域合作的成功先例 将为推动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 社会进步 发挥重要作用 他说明年是中阿两国建交60周年 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努力 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布特弗利卡在贺电中表示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 是阿中两国航天合作的重大成就 体现了双方深厚的传统友谊 阿方愿同中方共同推动各领域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 是中阿两国航天领域的首个合作项目 也是阿尔及利亚第一颗通信卫星 采用东方红四号公用卫星平台 共有33路转发器 服务寿命15年 这颗卫星主要将用于阿尔及利亚的广播电视 应急通信 远程教育 电子证物 企业通信 宽带接入和星期导航增强服务等领域 作为阿星一号的用户 阿尔及利亚航天局负责阿星一号卫星的载轨操作 管理和应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关注这一则消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周一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指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审查决定 依法对第18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 重庆市委员书记孙正才 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并且采取的强硬措施 那么有关于案件的侦查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接下来是今天的非常新闻 非常新闻大应关注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会从13号开始 一年四天来访问中国 其间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举行为元首会谈 遇到双方将会谈起像是朝鲜问题和中韩关系 韩国外长康金河就表示 这一次文在寅的访华是恢复韩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欢迎仪式 之后两人将举行会谈 报道引述青瓦台消息人士透露 在会谈后双方将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韩国国家安保市第二次长南公彪 11号在青瓦台召开记者会 他表示文在寅访问中国时 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朝鲜核问题 中国外长王毅早前表示 中韩关系过去一段时间因萨德问题而遭遇寒流 韩国外长康金河表示 韩国政府一直致力恢复两国信任 而文在寅本周访华是韩中关系恢复重要里程碑 韩方将继续推动韩中关系发展 重返正常轨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提供给您各地的重要消息 问您请出我们两路记者 分别是在北京直播社雷宇 还有在台北直播社李戴景 为大家报道 首先把视线先看向北京 先把现场交给雷宇 好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一表示 朝鲜半岛核问题曾经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 取得过实实在在的进展 其他还没有看到通过市强相互威胁 曾经在推进半岛五合化上取得过什么进展 他也表示当前半岛局势前景不容乐观 但谈判前景依然存在 看下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 起的作用时表示 只要回顾半岛核问题出现以来的历程 可以清楚的看到正是在中方不懈努力下 取得过积极的进展 也正是在中方的主导下 主导的六方会谈 这么个框架中 我们在半岛五合化问题上取得过实实在在的进展 除此之外 真的我们还没有看到 其他方面通过市强 通过相互威胁 曾经在推动半岛五合化问题上取得过什么样的进展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关方面实实在在是想解决半岛核问题 是想实现半岛五合化 可能还真应该考虑什么才是实在在有效的办法 对于美国朝鲜半岛核问题特使建议美朝对话 陆康表示 中国外长王毅近日提出 在半岛问题上 中方始终坚持实现半岛无合化目标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他说 当前半岛局势依然深陷 逝抢与对抗的恶性循环 前景不容乐观 但和平的希望仍未泯灭 谈判的前景依然存在 那么动武的选择呢 这个选项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中方赞同以实际行动来阻恶朝鲜 继续他的核岛开发进程 与此同时呢 我们提出双暂停这个倡议 也是旨在为恢复对话谈判创造条件 正如王毅外长前天所说的 下一步呢 各方还是应当认真考虑双暂停的倡议 先走出缓和局势的第一步 至少呢 先把半岛局势 从目前的对抗黑洞中拉出来 这样呢 也能够为重启对话谈判 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氛围 陆康说 朝美双方是半岛核问题的 直接当事方 也是掌握解决半岛核问题 关键的钥匙 中方支持也希望看到 朝美双方通过直接对话接触 积累互信改善关系 为最终解决半岛核问题 创造必要条件 凤凰卫视 雷宇王磊 北京报道 朝鲜半岛局势越来越复杂 随着朝鲜加快研发核岛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先发制人 身处朝鲜近邻的韩国如何考虑 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报道 朝中社称 鉴于近期美韩军演 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已是既成事实 而中方表示 如果爆发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最终遭殃的是普通民众 有韩国学者认为 朝鲜在重大行动之前 往往有科学分析 朝鲜啊 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化政治体制的一个地方 它的分析能力很强 它这时候选择哪一个动作 要做哪一个词 然后跟中国这么打交道 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研究的很确定 但我觉得这个社会主义首领制国家 它对西方研究也是很确定 所以它每次选择的那种时间 这些的方法呢 让我们很困惑 日本媒体日前引述消息指出 特朗普断定无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因此决定对朝鲜领导人发动斩首行动 不过韩国总统文在云表示 已向美国坚定表态 绝不容许未经韩国同意 在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针对朝鲜要斩首 这意思说韩美日勇猛加强 他不会马上斩首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跟欧巴马这个时代 要跟宾拉登的那个事情那么简单 周边的环境不支持他的时候 是个一个口号 而且中国也不愿意 这个朝鲜的变化 按照美国的想法要逐变 俄罗斯还存在 韩国人对于朝鲜的恐惧 我们中国人难以想象 或许也难以估量 在韩国的首都首尔城 汉江南北两岸的房价天差地别 差了将近两倍 因为韩国人认为 一旦朝鲜发动攻击 如果他们的家住在汉江南岸的话 或许有更大的逃生机会 凤后卫视蒋晓峰发自首尔的报道 以上是北京的焦点新闻 现场交换香港 好我们谢谢雷雨带报道 绝把视线看向台湾 好今天有哪些重要消息 把现场继续交给是戴景 好的秀琴 台湾方面新党主席郁慕明 本周一开始率团访问大陆 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郁慕明率领的访问团 余正生表示 中共十九大明确的两岸关系政策 即是对过去政策的继承 也是对十八大以来新进展的总结 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同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也和郁慕明会面 来看报道 余正生与新党代表团成员 一一握手 欢迎他们到大陆访问 落座后 余正生用老朋友 称呼新党主席郁慕明说 新党成立二十多年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赞赏新党所做的贡献 余正生还介绍了中共十九大情况 余正生说 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 对海峡两岸关系的方针政策 过去的方针政策的继承 又是十八大以来的新进展的 一个总结 对两岸的和平发展 对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面 两岸的关系的 进一步的前进 只没有了方向 当然更重要的是 对中国的未来 做了清确的阐述 郁慕明说 新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国 坚定的反对台独分裂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最终还要推进到统一进程 郁慕明说 现在的台湾人民有三类人寄希望于大陆 希望能够早日统一 郁慕明表示 第二类人是对台湾的争斗感到厌烦 到大陆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还有一类人是始终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人 但他们希望更清楚明确了解 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会如何 同日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与郁慕明举行会面 张志军说 近来岛内台独势力 在文化 教育 社会等各个领域 推行去中国化 企图隔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链接 泯灭台湾同胞民族意识 两岸同胞要高度警惕并坚决遏制 郁慕明这次访问被称为创新之旅 除了北京 访问团还将前往南京及上海 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与大陆方面交流合作 同时 新党也预计在上海设点 服务大陆的台湾民众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军方耗资847亿台币 向美国采购共计60架黑鹰直升机 目前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已经接受26架 今天举办突击作战队成军典礼 军方表示作战队成军后 将使台湾的黑鹰直升机 具备初始战力 来看报道 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0架黑鹰直升机 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接收26架 目前已通过作战队的初始战力验证 并在11号举办成军典礼 在历经四年规划准备 和人员的训练 当于民国103年12月起 区分梯次 陆续的接运返国 在经过三年的换装训练 但技术测评以后 还顺利的在今年成军 军方为了太除老旧的UHEH直升机 在2010年向美国采购 UH60M黑鹰直升机 每架直升机要价3000万美金 航特部表示 黑鹰直升机可因应战场环境的不同 实施空中突击 伤患扣送 污资运载 军品吊挂 战场救援及空中直管等任务 未来也将装备前世红外线 显示一等设备 大幅强化军方作战能力 它优异的性能 大幅的提升 本军执行空中突击作战 兵力的投射 军品的运输 以及救难后送的能力 也代表我陆航战力 迈向一个新的纪元 台湾军方是以新型通用直升机 为计划名称 向美国采购黑鹰直升机 总经费近847亿台币 目前军方已接受32架黑鹰直升机 到2020年后续的28架就会陆续抵台 富豪卫视里戴景城温堂特别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的新闻重点 现在把时间还给秀琴 好我们谢谢 戴景是在台北 雷雨是在北京 我们带来两地的重要消息 谢谢两位 那么接下来带你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欧洲总统普京在11号上午已经抵达了 而军驻叙利亚的赫美米姆空军基地 并命令军方开始从叙利亚来撤出俄军的部队 那么从2015年9月份开始 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境内展开了打击伊斯兰组织 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 那么现在时间点呢 我们稍微去一下广告 下期回来聚焦关注的是 中国留学生姜哥在日本的遇害案 案件11号在东京的地方法院开庭 凶手陈志峰首次出庭 但否认自己是故意杀人 那么广告回来我们有助东京记者林亮 为大家更新案件的进展 以及知识评员更新先生 为大家分析呢 到底中正两国在司法量刑制度上的不同之处 及卢之生要如何妥善处理类似的纠缝问题 稍后再见 欢迎继续回到华文大直播 试点关注环节 但聚焦关注 引发舆论关注的 中国留学生姜哥的遇害案件 11号是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 嫌犯陈志峰出庭否认自己的部分罪行 被害人姜哥的妈妈在现场来听审 不过刘欣在11号并没有现身 将会在13号以视频的方式来出庭作证 那么接下来有关于案件的最新情况 现在把现场交给朱东京的记者林亮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今天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的这次第一天的庭审 各方非常关注现场很多记者 那么现场其实日本的法庭是有规定的 就是不能够在法庭上进行拍摄录影和视频 当然也是不可能进行直播的 所以我们今天请了法庭画家为我们画现场的状况 比方说这是嫌犯陈志峰今天在法庭的状况 那么这是今天庭审的状况 包括法官和后面的六名陪审员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画家记录了庭审的状况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是嫌犯陈志峰身穿一个 身灰蓝色的长袖上衣出庭 他表现的是比较冷静没有表情 他有的时候是皱眉的样子 那么陈志峰方面的代表律师在陈述的时候说 他承认恐吓江哥的室友刘欣 但是就主张并非是故意杀人 致命的一刀是与死者纠缠的时候造成的 他自己因为害怕要负担药费 让自己的父母负担医药费 所以才将江哥再杀害 那么大门是留心锁上去的 在庭上检方呈上多项证据 包括在陈志峰在大学研究室 发现一个水果刀的刀锹 但是没有确认于涉案的凶器是不是一套 另外我们在今天庭审结束之前 日本的法官也表示说 刘欣在13号会出庭 不过他会以视频的方式出庭作证 也就是说为了避开在现场的这些听众 那么刘欣会在同一座建筑里面的其他房间 以视频的方式出庭作证 那么江哥母亲今天我们看到 她也在现场听审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被害人江哥 是在2015年和刘欣第一次见面 当时成为室友 而这起案件的嫌犯则是刘欣的前男友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这起案件的案发经过 被害人江哥在2015年10月与刘欣第一次见面 2016年4月刘欣与被告陈世锋成为恋人 图年两人分手 在9月刘欣班进江哥住所 11月2日下午 陈世锋到江哥公寓找刘欣复合 当时刘欣独自在家 江哥回家后与陈世锋发生口角 11月2日晚 陈世锋尾随刘欣到打工地点 刘欣下班后 请求江哥等他一起回家 11月3日0点22分 江哥在公寓门前被陈世锋杀害 11月3日下午 中国驻瑞大使馆通知江哥妈妈 江哥遇害 晚上江哥妈妈从留心处确认消息 10月7日 留心的前男友陈世锋 被警方以恐吓罪逮捕 11月9日 刘欣第一次向江哥妈妈讲述案发情况 认为是陈世锋杀害了江哥 11月24日 日本警方以杀人罪对陈世锋发出逮捕令 12月14日 陈世锋以杀人罪被起诉 在2017年8月14日案发近300天后 留心第一次与江哥妈妈见面 并称自己当时没有锁门 11月4日 江哥妈妈再次前往日本 征集签名 要求判决陈世锋死刑 12月11日 江哥案开庭 将用时7天 预计在12月20日宣判 在陈世锋被起诉后 江哥妈妈在国内 以及日本当地发起了签名活动 请求判决凶手死刑 目前江哥妈妈已经通过网络 现场募集等方式 共征集了452万人签名 这些签名已经全部交给日本法院 不过日本前东京高等法院法官 接受本台装访表示 日本对刑事案件量刑时 只考虑法庭调查的证据 签名属法庭外行为 通常法庭不会采纳 签名也不会对量刑产生影响 凤红卫视松河报道 好的 那么刚刚我们一起来梳理了一下 这起案件的案发经过 今天在现场我们觉得还需要关注的焦点 包括就是陈世锋方面的主张 他的律师有两个主张要和法庭进行争论 第一就是不同意检方说他是故意杀人 第二是说陈世锋在第一刀的时候并没有杀鸡 而是在之后的时候才产生了杀鸡 所以陈世锋的律师说陈世锋不接受杀人罪的说法 不接受检方的说法 那么所以在这起案件当中 今后的庭审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焦点就是他的杀人是畏罪还是忌罪 还是像检方说的那样是计划性的杀人 我们看到今天在现场是警方出示了很多 就是关于在现场的 特别是江戈遗体上的目前的状况 我们看到法庭出示的江戈遗体损伤状况说 他在颈部受伤了六处 致命伤身是6.5到80米左右 那么当时他的动脉被切开 法医说应该是江戈当时血流如注 在几秒钟就会马上失去意识 那么江戈妈妈听到这个的时候 就是趴在桌子上痛哭 我们看到法医也说 江戈至少被刺了11到12次 手部的伤口是防御伤 是为了躲开刀口的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法庭上 值得关注的内容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刘欣的内容 那么今天陈世锋的律师 叙述了很多关于刘欣的内容 他说陈世锋到现场 并不是为了杀刘欣 而是为了去找江戈 要和江戈去进行情感咨询 所以刘欣在进到房间之后 是发现外面有异常 然后他去叫江戈说 三叔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之后是刘欣又把刀递给了江戈 这时候江戈拿到了刀之后 和陈世锋之间产生了冲突 当然这是陈世锋方面律师的说法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 陈世锋的律师说 这次江戈在拿到刀之后 又听到里面刘欣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个是刘欣在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被警方录音录下来的 他说把门锁了 你不要骂了这句话 那么相信在今后刘欣出庭的时候 还有包括陈世锋方面的律师 对证人进行询问的时候 都会提到这段话 是不是会在法庭上播放录音 那么是我们今后对此案关注的焦点 好 我们现在先把现场还给秀琴 好 我们谢谢林鸟 是在东京现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接下来如何透过这个案件来端看 中日两国在司法量刑制度上 和处理方式的不同之处 向话提供您请出时事评议员更新先生 为大家点评和分析 你好 关注到这个案件 今天在东京法院是首次的开庭 那么嫌犯陈世锋出庭应讯 否认自己是故意杀人 不过我们注意到了江戈的妈妈 要求法院要处以陈世锋死刑 那么认为中的两国在处理死刑方面 量刑部分有何不同之处呢 我先说一下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司法案件 已经进入到这么一个关键时刻了 大家非常关注 但是要注意到 这毕竟是我们要就法先论法 首先呢就是他 有的朋友说我们那个 特别我们很多中国朋友说 因为两个都是中国人 受害和加害都是中国人 那么应该把他 是不是有可能中国来介入 因为案发地在日本 而且呢日本已经介入这个调查 就好像日本人如果在中国犯了罪的话 那肯定是由按照中国法律 由中国的司法当局来进行审理 这个呢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就是确实啊 在死刑在杀人罪死刑的这样一个量刑的这个问题上呢 这个中日双方的中日两国的这个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都稍微有一点区别 这个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都是要 这个逞恶扬善嘛 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具体来说呢 日本相对来说这种 可能造成这种杀人或者重大伤害的这种纠纷呢 日本呢揪得很严 比如说一个很小的朋友之间 那个炒翻了 所以就互相动了一下手 在咱们中国可能觉得这就是个 过去说一下就算了 但是在日本可能就会被追究 所以他比较宽 他追究的比较宽 但相应的宽 但是他可能追究的程度呢 要稍微的轻一点 相对于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是比较重的这种伤害 或者是直接导致杀人那是肯定要追究了 就一些比较重的伤害 或者双方极为的没有协调空间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刑法的来干预 最后来抓他 来追究他的这种这个整个法律责任 而相对来说 但是我们判的比较严 特别是对死刑 对于这个杀人 这个杀人偿命嘛 这是我们中国人历来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是现在呢 这个从日本的这个司法的这个惯例和程序来看呢 他因为日本正在走向取消死刑的这么一个道路上 还没有完全取消 但实际上执行死刑率已经很低了 由于最后这个死刑呢 要交到这个上诉之后 要经过很长的这样一个起诉辩论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呢最后要由司法大臣来 由法务大臣来签 很多法务大臣他自己也不愿意签 有很多这样的种种的原因吧 就造成了 所以在可能在日本的像这样的情况 判死刑的可能性的比较小比较低 这里边特别重点的是 一个就是他是不是蓄谋 是蓄意杀人 还是一种过激性的 当时情绪上来之后的 这种偶然性的杀人 这是一个 当然是过失伤人 还是故意伤人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咱们就是说他的蓄意性 第二就是他杀了几个人 是杀了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 三个人 这个人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日本目前呢 他判死刑 杀人判死刑的案例来看呢 这两个因素 另外就是案犯 就是所谓嫌犯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没错 他是第一次作案呢 还是说过去就是屡教不改 等等这些都会影响 对他死刑 所谓量刑的一个判断 我们也注意到呢 中国家长把自己的独生子女给送出国 念书也好 工作也好 已经相当普遍 不过你认为 在出国之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可以来成熟面对这个社会 乃至于来处理类似的纠纷 是的 现在呢 我们中国的留学生 特别是很多的 年龄越来越小 小留学生出国的比例越来越大 比如说像这次的几个当事人 可能都是二十郎当岁的这样一个年龄 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惋惜啊 无论是加害人还是被害人 我们都非常的为他们惋惜 他们的整个的人生的前途 包括那位刘 这个刘欣同学 他也肯定会 他的今后的后半生都会蒙上这样的阴影 这是肯定的 所以呢我必须要说呢 我们一定要在出国前呢 我们家长 学校 整个社会 要对于这样的孩子们出国的时候 他单身出国 即使和家长一起出国 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培养他们 到了国外之后 要入乡随俗嘛 我们说 其实我老是在强调 在十几年前我就曾经说过 不仅要入乡随俗 还要入乡随法 就是当地有它的特殊的法律环境 一旦发生这样的比较重大的 这种法律纠纷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能不能面对 遇到这样的可能导致重大伤害 和重大法律后果的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符合按照当地的法规 按照当地的一些惯性 习惯来处理 这个呢 确实我认为是目前呢 我们在出国前做好准备 就好像我们教孩子出国前 要学好当地的语言 就好像我们出国前要学好 到了外国之后 要进入那个专业 要学好一些基础的知识 那么同时对当地的法律环境 对当地的社会环境 人际关系这方面的这种准备 也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在这一起案件当中 我们注意到呢 多数舆论都烙在这个刘欣身上 那么刘欣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负起什么样责任 这个刘欣呢 今后随着这个案子 最后如果说判完 当然我估计呢 会有一个上诉的过程了 因为呢 如果是判的是死刑 那么这个嫌犯这边呢 会肯定会提出上诉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如果不是死刑的话 那么这个姜哥的妈妈呢 她可能也会提出上诉 总而言之 恐怕不是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就能够有最终结论的 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个后续观察 但是我觉得刘欣的 对刘欣的关注呢 一直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边呢 就会非常的突出 可能随着今后的发展呢 会越来越有一些 随着一些事情的新的证据出现 又会有一些新一轮的这种关注 我觉得呢 当时我们必须要实时求是的说 当时无论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么这个嫌犯这个陈 他到底是找的是姜哥还是刘欣 以及那把刀是怎么回事 等等这些细节呢 我们都可以留待以后 法庭不断的调查 我们再看结论 但是至少有一条 就是刘欣在当时 听到外面有纠纷的时候 他没有出去或者不敢出去 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不一定是有那么重大的 至少是可能没有直接的法律责任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 她又比较弱 她可能是不太敢 或者她听到外面有情况 她可能也不太敢出去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有一些可以 这个我们说 这个是不是有可以谅解 或者可以理解的地方 但是呢 事后在这个整个的嫌犯已经 而且他也知道 是这个嫌犯杀的人 整个的后果已经很明显的时候 这个时候刘欣 就应该承担起这样一个后果里边 他应该承担的部分 至少这个姜哥 是因他和这个嫌犯 这个陈同学 他们之间的纠纷 所引起被害 这样一个严重的 被所有的家庭 不可能介绍 我们中国人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都能想象 姜哥的妈妈这个心情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 在这样的时候 刘欣难道不能够理解 姜妈妈的心情吗 她是应该做出一些 应有的一些作为 她完全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作为 我认为从目前来看 这个案子还在进行 我认为至少刘欣应该采取一个 实事求是的 敢于担当 这个事情说开了 把事情的真实情况说清楚 这一点有利于最后 还姜哥和姜哥妈妈一个公道 也给我们整个社会 给我们所有的留学生到海外去 求学中遇到可能的这种纠纷 能够取得一个相对来说 能够比较 所谓比较开放的 让大家感觉到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大家心知肚明的这样一个结果 而不要让大家总是在这里猜测 这样反而对刘欣人个人 对他的家庭反而更不利 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谢谢更新先生 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稍微去一下广告 稍后再见 欢迎回来 我们再一块看一下 报纸上面的重要消息 这是香港民报引述了 北京的青年报旗下微信公众号称 位在北京的东南部通州区的 北京城市副中心 在下星3会迎来首批的市行政机关 那么根据了计划 在年底的北京市籍 各大机关单位和部分的市属行政部门 将会率先启动搬迁 像是北京的市委 市人大市政协将会在第一批完成搬迁 那么北京的市纪委 还有市监察委 会在第二批来完成接下来的搬迁 从2015年的7月份 当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 经济系协同发展规划的纲要之后 在通州区的北京行政副中心 也开始大新土木 根据中央中央国务院 今年9月份正式批复的 北京城市的总体规划规定 在北京城市的副中心的发展方向 明确为行政办公室 还有像是高级商务 以及文化旅游三大功能定位 那么总用地面积会达到155平方公里 当中行政办公区大约有6平方公里 建设规划是达到了380万的平方米 再关注财经消息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 批准了一项贷款用于北京的美改气项目 并成为了亚投行第一笔在中国的投资 亚投行表示贷款金额共有2.5亿美元 用在北京的美改气项目的天然气输送官网的建设 这个项目覆盖北京大约有510个村庄 迎接超过了21万户的家庭 预计每年可以替北京减少大约有60万吨的标准煤的使用 也会减少将近60万吨的二氧化氮的排放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1年就会完工 一年一度全球最大规模的草地赛事之一 也是香港赛马盛会 在沙田马牙场结束了四场草地国际一级赛事的争夺 也吸引到场大约有10万人是进场来观赛 节目最后一块感受一下赛马的紧张刺激吧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 休闻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我们再会